你见过这样的女人吗 她超级喜欢绿色 绿色的衣服 绿色的窗帘 就连发卡也是绿色的 但她唯独不喜欢绿色的帽子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而且她还喜欢各式各样绿色的青蛙 屋子里到处摆满了青蛙玩具 数量多的数都数不过来 大姐说差不多有3000种不同类型 4000只青蛙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她自己做出来的 可以说没有一直是重复的 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有受伤的青蛙 乐队青蛙 还有垂吊的青蛙 以及求婚的青蛙 虽然形态各异 但是都无比精致 简直是走进了一个青蛙的世界 节目组看了后无比震惊 这个大姐实在太喜欢绿色青蛙了 她还表示 可以没有爱情 但绝对不能没有青蛙 见妻子这样说老公慌了神 赶紧讨好的帮妻子一起做青蛙 而且比大姐做的还要精致 大姐说道 她从小就喜欢绿色 就连自己穿的内衣都是绿色的 25年前 朋友送给大姐一个绿色青蛙 她从此便无法自拔 开始收藏起了各种青蛙玩具 一直到现在 已经摆满了屋子里的每个角落 大姐说青蛙简直太可爱了 光每天保养清理 就需要用掉大量的时间 但大姐却乐此不疲 而且还无比享受 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珍藏的青蛙 拿去幼儿园 看着小朋友们玩得无比开心 让大姐感到无比自豪 最后她还特意给节目组定制了一个青蛙 不得不说 简直嘎嘎好看 老公也非常支持大姐 她表示只要大姐开心快乐 一切都是值得的 同学们 你们都有什么爱好吗 不妨说来听听 不妨说来听听听听听